中印在双方边界部分地区脱离接触 气氛能缓和多少时间 10月21日 印度外交部部长苏杰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印两国就边境巡逻问题达成了协议 双方就回到了2020年的初始状态 一线人员的脱离接触进程已经完成 结束了长达四年的军事对峙 第二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路透社记者问中国外交部能否证实此协议 能否提供更多的信息 外交部回答 近段时间以来 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 就中印边境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目前双方已就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 中方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下一步中方将与印方落实好上述解决方案 这个协议似乎说明这么多年来 双方的军长级会晤 谈了这么久总算是累积出一个结果了 中印边境可以阶段性的消停那么一点点 不过这个协议能够维持多久 确实是个问题 而且在双方各自民众中 都已经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 有两个细节 一是印度抢先公布了协议中方是在记者提问之后 才予以了证实 印度方面似乎更愿意积极展示成果 二是双方都还没有展示协议的具体内容 但是如果印方说的是回到2020年的初始状态 这句话不属实的话 中国外交部按理应该马上的予以反驳 而不是表示积极评价 不是方案 看来这句话也是所言非虚 所以国内很多人就觉得 中国是不是做出了某种让步 而且恢复2020年初始阶段 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撤出通过斗争夺取的一些地段 是不是印军又可以进入某些地区进行巡逻呢 那么这件事似乎让大家又经历了一次拭目以待 然后很多人的情绪又一次开始衰退 同样印度方面也产生了激烈不满情绪了 印度国大党就要求执政的人民党进行解释 为什么就在20名印度士兵和中国军队对抗中死亡之后 才过了四天 莫迪就给中国洗白了 印度军队能不能够和当年一样 在德普桑 班公湖等五个争议地段进行巡逻 印度政府割让给中国的缓冲区 是不是以后再也拿不回去了 很有意思的是 这些指责中提到17号那天死了20名印度士兵 这事也是印度不说 中国网民都没地儿知道去 而且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谁有不同意见就说谁给对手洗白 这个风格想必也是正宗三哥传承下来的 印度人怎么想我不管 反正我觉得中国老百姓没有必要为此情绪失落 毕竟这只是双方军队巡逻方面脱离接触的协议 不是确定最终国家边界的 有范围限制 有时间限制 而且2020年初是印度率先越过了实控线 这次的协议其实是让2020年以来 印度的各次尝试全部清零 更重要的是这个协议有可能还带有另一个信息 就是双方都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 印度必须发展经济 过去中美之间进行贸易战 印度没有获得预期的利益 那些离开中国的投资也基本没去印度 印度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少不和谐的声音 比如当初造成美国沙特关系恶化的人权大棒 这次也遭到印度头上了 美国正在指责印度政府人员暗杀印度的西科教人士 对中国来说 现在我们也是要发展经济 那么就必须在多个方向上降低对抗情绪 这一点从中国对外的口气上已经能看得出来了 中国外交这几个语言风格跟前几年完全不同 判若两人 另外还要想到 中国是不是要在某个方向集中力量 所以必须在动手办大事之前 缓解整体的外交压力 再玩一次安居平五路 至于说对印度脱离接触不等于停止相应准备 比如战场建设高原装备的更新 肯定不会停下来 所以大家别着急稍安勿躁 我们就要看一下未来几年 事态如何发展就行